当时你为什么会出来选举呢 因为我自己是律师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服务社会 觉得香港不可以再这样乱下去 希望有一个转变 所以就参加了立法会选举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传媒 我是容海恩 希望香港明天会更好 香港的经济一定会是继续再向上的 立场要清晰 感言有人听 我是洪感言 欢迎大家收看东南传媒感言时刻 今天邀请了我们新闻董的立法会议员 容海恩 Hello 大家好 请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今天很高兴 我们这个新的场景 你是第一次享用这个新的场景 也是非常开心 其实你是四年前一个素人 当时大家都很期望 这个素人一出来就冬选了 正式来说也是冬选了 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 当时你为什么会出来选举呢 大家都不觉得你是一个选举人 其实真的是一个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 我几年前都有做地区活动 因为我自己是律师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服务社会 都参加了不同的讲座 自己做讲者 我记得那次应该是讲儿童权益 可能在那个情况下就认识了业太 有机缘巧合 其实真的是机缘巧合 我觉得这些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安排 认识了业太 他就讲多些政治的东西 讲多些议会的点滴 都介绍多些给我 当然自己是有兴趣的 当年其实2016年那时候 我差不多执业了八年七八年左右 都有想过希望有一个转变 所以就参加了立法会选举了 业太邀请你出来去山戒东参选 是啊 有些人全年有很多不同的封面 其实在你参选这四年 因为都做到四年 我相信你都听到有不同的煲 或者不同的扁 你自己怎样评价过去那四年 我觉得自己是平稳中的 平稳中希望得到进步 其实大家都看到 不是我自己看到 在这四年的议会变化很大 一开始参选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想营造一个和解 和谐 修补撕裂的形象 我相信是双方 无论是建制派议员好 或者泛民议员好 都是想大家有办法谈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两年 和我们之后的两年 整个议会的风气是很大的转变 第一两年大家都希望有谈有讲 希望真的拿民生议题出来谈 但当然去到最后是决裂了 可能反修例风波是一个大的转叠点 之后可能那些牛鬼蛇神都现了刑 是 你见到议会已经完全变散 没有了议会的风气 是一个打架的地方 是被黑暴冲进来打烂的一个情景 我是很差额的 我觉得进来搞成这样 那怎么办呢 就是对议会 对外界对我们议会怎样看 我们又给了教育的意识 给小朋友 其实七一的时候 你有看电视 我想大家整个香港人 都是没有睡觉了 半夜都冲进来立法会里面 打烂的东西 也有些黑暴 暴徒地带人进来 然后就指示哪里有警察 没有警察 然后就去哪里打烂一些东西 占据我们的议事堂 是 其实我们这些全部看在眼内 我相信一大部分香港人都看在眼内 觉得香港不可以再这样乱下去 暴乱不可以这样蔓延 我知道早前你们都见了 担守林郑月娥 接下来的行政和立法关系 应该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们见特首 谈过什么 你会不会主推 怎样令到民生 大家会凝聚强一点 去维维香港继续努力 我们看到之前的问题 其实不单单是香港人 可能对自己香港 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其实也有关于外国的打压 有一些有心之人 不断打击我们香港一国两制 我们国安法国歌法 即是我们维系国家安全 维系我们国家一国完整的整个体系的看法 刚才我们讲人心 人心之余其实都是讲思想 我们究竟我的观念是否正 所以我都跟特首讲的 这就是我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宣传 其实过往可能23年 我们回归了23年 可能有一个空隙在那里 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很强力 或者政府又没有经常出来说 什么叫一国两制 我们怎样走才可以长久稳安 他没有一个很有规范的教材出来 所以我都希望特首或者管治团队 不同的局不同的司长、局长 律政司、教育局局长 政制方面的部门等等 都要做一些教材 给不同的阶层 例如中小幼、中小幼 大学、公众、教师、法官 我们法律执行人员 其实大家都需要一个系统的教材 给不同的阶层 去了解整件事 究竟一国两制是什么 怎样才有外国的心 可以感受到你对教育这方面的坚持 的确在各个层面 包括各个层次各个方面 都需要国家安全这方面 其实要多些的宣传 多些教育 而早前人大前华会 做了一个决定 关于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决定 特首也很快的 公布了有4个不符合资格的人士 而4个不符合 接着有15个请辞 还有4送15 大家都这么说 这个过去之后 其实跟着立法会里面 就剩下主要是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 你们就来会是我们叫做众木 大家集中的地方 你们来会怎样去看立法会里面 你们这些前代的建制派议员 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现在没有了15个辞职 4个就没有了资格 其实没有了19个议员 我觉得现在的重点 就在我们建制派的议员身上 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都会高了 我们希望有很多议题 可能之前大家少了关注的 就我们要做其他议员的那份工作 无论是工作上 或者是时间安排上 都希望可以普及关顾其他 可能有一些一向没有那么多关注的团体 可能自己都要做多些关注这方面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无论是政府施政 其实我们都会一样这样做的 就是是其是非其非 就是对的就对的 应骂就要骂 就是有时政府大家都知道 你坐的士 通常的士司机都有很多说话说的 哇 政府怎样怎样 为什么这样做的 其实我们都是听市民意见的 一路无论是落区也好 在逛街也好 都会有很多市民给我们意见的 我们正正就是要收集这些意见 给政府 告诉他们 那个施政可以怎样做得好一些 政策是好 但是你的表达 他表达出来表达得不好 就是刚刚五千元那样 你都落区了 个个都骂的 是的 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行政方面怎样跟立法会议员的沟通 因为它政府一些推出的政策 可能它初心官员可能是好 但是它未必就即时了解到 或者未必先了解到一些文意上 它到底对这种反应是怎样的 但是说到出口的话 它是收不回的 是的 那我们类似这五千元 我相信它初心是好的 例如我们有些基层中了 它真的整个人 那两个星期就没有了 是的 有五千元帮手就比没有了 但是出来的时候 你本身如果没有做一个疏度 事先接触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反弹 还有要想得透徹一点 它要想 是的 中了的人会有 那之前中了 你又不给那些 那怎样算呢 现在香港有五千多人确诊了 总共有五千多人 当然有很多人出院 有百多人又过了身 那些有家人的 政府推出来 其实我如果是张森比己 我是他家人的话 我会觉得 哇 这个政府 你为什么不早点推出 你是关心之前那些 你不是推出来之后 噢 措施之后才有 措施前那些就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要关顾 要包得好完整 还有要想得透徹 真是各个方面都要考虑清楚 我们希望可以给到 政府除了监督之外 我们都希望提到一个好的建议 一些好的施政方法给政府 令到市民 觉得政府真是关心他们 不会觉得推出来 原来都帮不了多少人的 希望政府有人赞 是 政府赞我们都很好的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明天政府的施政和立法 其实大家要多一些 互相人沟通 容议员都说出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也都很希望大家可以 继续关注 我和容议员的访问 因为我们大家还有一节 多谢大家 收看我们这一节的感言时刻 多谢 多谢 多谢